新兴奈提是美国中部俄亥俄州西南端重要工业城市和河港 作为美国首个内陆大都市 新兴奈提被看作是第一个纯粹的美国城 能感受最纯正的美国风 新兴奈提还因为拥有种类繁多的古建筑而闻名 被看作是美国的巴黎 这些著名古建筑包括音乐厅、新兴奈提酒店 西里托百货等等 新兴奈提人口30万 是美国重要的工业和交通中心 有农机、电机、飞机发动机、酿酒、肉类加工、印刷、化学等多种工业 也是美国机床制造中心之一 新兴奈提大学是美国第二古老的公立学府 另外 新兴奈提还是重大的网球巡回赛 新兴奈提大师赛邓举办地 罗比林吊桥是新兴奈提俄亥俄和上五座桥中最漂亮的一个 位于俄亥俄、肯塔基、印第安纳三个周交界的地方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英文化 桥建造于1850年 由John Reboen的儿子负责建造工程 这里观看夜景是个非常棒的选择 开车的游客建议把车停在肯塔基这边 上桥可以观看到非常美丽的新兴奈提的夜景 罗比林桥附近和地上有许多反映新兴奈提历史文化的地方 奥尔特公园是新兴奈提第四大公园 位于城市东侧的Mount Lookout社区 占地223.949英亩 由新兴奈提公园委员会经营 山顶公园可以俯瞰小麦阿密河谷的广阔全景 该公园的命名是为了纪念 艾德梅奥特和他的丈夫Levi Edison Olt 该公园设有足球场游乐场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花园 最初由George Kessler设计 后来由AD Taylor修改 公园的中心是一座大型展馆 建于1930年采用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 亭子经常用于舞会聚会 同时奥尔特公园也是很多新人 选择婚礼举办的地方 Crown Conservatory于1933年完工 可以用于举办私人活动 是举办中小型婚礼的绝佳场所 同时也是举办各种招待会的理想之地 中亭外的房间 帐篷与温室相连 最多可容纳150位客人 宾客们可以与兰花展 蝴蝶展一起打造清新优雅的愉悦氛围 新兴纳提大学 是一所位于美国俄亥俄州新兴纳提市的公立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成立于1819年 是美国第二古老的公立学府 普林斯顿评论评选新兴纳提大学为中西部最好的公立大学 学校于凯斯西楚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齐名 学校在全美公立研究型大学中排名第25位 在世界2500所著名研究型大学中名列前5% 新兴纳提大学的职业规划中心荣登全国榜首 在US News发布的2015年全球大学排名中 学校位列世界第200名 大学有4000学生参与合作课程 他们都有机会到星期内提和其他城市的企业实习 虽然要5年才毕业 但同学都认为值得 新大拥有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110个国家的4万多名学生 其中中国本科留学生仅800多人 新大设立了103个学士专业 85个硕士专业及71个博士专业 新兴纳提中央车站博物馆建于1933年 当时作为新兴纳提的火车站使用 后来1977年改建成博物馆对外开放 博物馆内陈列了一些工业时期的壁画 因为当时的这些公司现在已经所剩无几 所以显得比较珍贵 博物馆的整体建筑看起来比较宏伟 设计也是非常合理的 虽然已经经历了100多年 但是各个工艺至今都保存的比较蛮好 新兴纳提动物园是美国第二古老的动物园 成立于1873年 于1875年正式开放 它位于俄亥俄州新兴纳提的埃文戴尔附近 动物园最初占地64.5英亩 现已扩展到临近街区和新兴纳提郊区的几个保护区 动物园拥有500多种动物和3000多种植物 此外 动物园历史上还进行了多次繁育项目 并率先成功繁育出加州海市 动物园是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的认可成员 也是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的成员 根据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提供的数据 2014年美国最佳动物园排名 将新兴纳提动物园列为全国最佳动物园之一 2019年今日美国对全国最佳动物园的读者选择排名 将新兴奈提动物园评为北美顶级动物园